HELLO 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到銅鑼灣世貿中心威達陳列室 有什麼看? 就是和大家分享一套剛剛到香港的貴峰Action前後級 可能你會說這套前後級在去年8月視聽展已經見過了 對,這個完全正確 而且那次還是這套Action系列的首次公開開聲和顯示 不過上次那套都是Prototype 而今次這套才是正式的版本 我問過威達Patrick 這套的聲音和之前那套有沒有什麼分別? 他說都很大分別,這套漂亮的聲音很多 這個Action系列包括有前級還有兩部後級 分別是立體聲和單聲道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Action系列的外觀 比起同廠的前後級斯文得多 原來外觀的設計都同樣來自貴峰的創辦人Firming的手筆 前面的大三角形原來就是唱針的意思 貴峰Action前級的面板 是由CNC車廠設角而成的航天鋁材 配合精細打磨的高鋼性的阿加力組合而成 而顯示屏可以調校多段不同的光度 還有專為貴峰後級而設的GreenBar調校 Action前級是以雙單聲道純A類 無負回書的設計 DC膠連 音量制是以Service Mount方式 攀接了金屬電阻所組成 有43段的吸進調校 令到每一級音量只經過兩顆電阻 確保聲音全真度更高 提供三組RCA和兩組的平衡輸入 而且有AV直通功能 可以同時對應平衡或者RCA的接駁 令我可以加裝廠方的MMMC唱頭放大模組 或者這個DA解碼的模組 立體聲和單聲道的Action後級 採用同樣外觀設計 相對於廠方以往的後級 Action後級的體積相對較小 佔用空間較少 更容易融入家居的環境 Action單聲道後級 輸出是55W 8Ω 110V 4Ω 220V 2Ω 每部都採用20顆大電流的雙極強防管 所以數字只是50W 不過廠方指出 推動力和控制力都相當強橫 推動任何難推的喇叭 都絕對沒問題 Action後級機身底部還有兩顆按鈕 是用來調校這個 面板上長方形的LED的顏色 以及設置高低電頻的電壓 紅色代表高偏壓 綠色代表低偏壓 和大家看看Action立體聲後級的內部 有一個直徑差不多去到8吋的巨型環牛 這個環牛是1350個VA 而電容量去到440,000mF 整部後級都是零負回輸 全平衡的純A類設計 這套季風Action前後級的聲音取向 和以往同廠的季風前後級的聲音取向很不同 雖然今天都是A類放大 不過聲音都會比較通清很多 速度感更加強 更加強調microdynamic 所以聲音除了同樣有力之外 很多細節都比以前更加明確表達出來 另外空間營造感更加強烈 更加有種置身現場的感覺 另外不知道跟A類有沒有關係 這部機好像幾時都很有餘量感 低頻有力之餘 當突然有些大爆棚的音樂 聲音都一樣那麼定 表現出紅厚實力 好了,今次這套季風Action系列 前後級的簡介就到此為止 大家的興趣都可以約代理上去聽聽 到時可以和我們分享聽後感吧 但還是找到人的感覺 在深刻音樂中 大家可以翻譯 現在這套季風Action系列